大家好,给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哈尔科夫方向最新的一个消息 莫斯科时间9月6号截止晚间的17时 乌军正式发动了对哈尔科夫19母方向的总攻 大家知道乌军除了在南部赫尔松方向发动总攻 今天在乌军母方向也发动了总攻 总攻的城市是巴拉克利亚 在这个方向,巴拉克利亚 大家看这张地图看得很清楚 它实际上是在哈尔科夫和乌军母之间 巴拉克利亚 它南部实际上就是斯拉比亚斯克克拉玛托尔斯克 巴拉克利亚 乌军实际上对巴拉克利亚的进攻已经准备了多日 今年的3月份,俄军占领了巴拉克利亚 这次乌军对巴拉克利亚的进攻是从安德里异夫卡方向发动的 乌军用了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向安德里异夫卡方向集结了大量的部队 乌军这次进攻是从普利十部 在这个方向发动的进攻 向普利十部南部的比尔比夫卡方向发动进攻 目前乌军并没有进入到巴拉克利亚城内 而是在这个比尔比夫卡城内双方进行的这个向战 这是现场的,巴拉克利亚现场 乌军进攻的现场画面 这是当地村民拍摄的 那根据现在我从顿捷斯科方向获得的消息呢 为了阻止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进攻呢 俄军炸毁了巴拉克利亚上面的巴拉克利亚大桥 实际上大家看啊 我把这个图给大家 把这个地图给大家放大 大家可以看 实际上靠近巴拉克利亚 北部有一条河叫巴拉克利河 如果乌军占领了比尔比夫卡的话 一定要渡过这个河 巴拉克利河 那么现在呢 俄军已经炸毁了巴拉克利河大桥 巴拉克利河大桥 所以现在呢 巴拉克和这个大桥已经中断了 为了阻挡乌军的进攻 乌克兰方面的声称呢 自己已经进攻到了巴拉克利亚室内啊 但是现在我获得消息呢 乌军现在并没有进入城市 双方还是在比尔比夫卡进行激战 比尔比夫卡呢 现在呢 有俄军的第65军械库 第65军械库的首军 俄军现在增援部队已经赶往巴拉克利亚 是第20集团军 20集团军的部队 已经赶往巴拉克利亚 那俄罗斯呢 很快出动了俄罗斯的空天军部队 使用这个苏尔斯 苏尔斯战机 首先是轰炸了乌军的这个总部啊 乌军总部并不在安德里夫卡 乌军的总部总部在 楚湖伊夫在这儿 实际上在北部在这儿 这是乌军的大本营 所以今天呢 俄军出动了苏尔斯 我给大家播放一下 现场的一个轰炸的视频 这是现场 在巴拉克利亚摧毁 乌云坦克的画面 那么俄军呢 是轰炸了 楚湖伊夫 这大家看得清楚一些啊 这现场的照片 轰炸楚湖伊夫 那楚湖伊夫呢 是巴拉克利亚方向乌军的指挥部所在啊 大家看这张照片啊 实际上乌军 之前一直在这个方向集结 这次进攻巴拉克利亚的部队 一直在这个方向集结 所以俄军是公布 根据这张照片 可以看啊 轰炸的这个大楼 也是照片所在 所以判断 这个楼呢 实际上就是乌军的据点 集结点 现在已经把这个大楼完全炸毁了 呃 乌军还做了一些掩护啊 就是这个大楼呢 进行了一些伪装 但是呢 俄军还是锁定了这个 乌军的指挥部 指挥中心 最后摧毁了乌军的指挥中心 处乎一副在这儿 他距离巴拉克利亚还有一段距离啊 所以这是乌军这次进攻的核心 那在哈尔河方向呢 实际上俄军呢 还击毁了乌军的一个米8直升机 在巴拉克利亚附近啊 米8直升机 米8直升机也被摧毁 这战斗还是很激烈的啊 那今天的俄军也向哈尔科夫方向发动了攻击啊 呃 今天俄军攻击的主要是哈尔科夫的 啊 东部地区 在舍斯科塔北这个方向 那现在俄军已经占领了 呃 舍斯科塔北村 另外呢 舍斯科塔北的 北部地区的叫拜拉克 拜拉克这儿 拜拉克也是被 啊 俄军占领 拜拉克 舍斯科塔北 还有这个佩列 莫加 这儿都被俄军占领了 所以俄军现在呢 已经控制这个沿线啊 控制了这个北顿捏茨河沿线 通往哈尔科夫主要的这个通道 已经被控制了啊 卢比日涅 就萨尔基夫 大家看啊 这条主要的通道实际上是通往北顿捏茨河的最重要的通道 啊 大家可以看到啊 也俘虏了大量的乌军 那舍斯科塔北呢 实际上如果控制住的话 距离哈尔科夫就非常近了 哈尔科夫呢 通往北顿捏茨河这个通道这条高速路 啊 这条公路 舍斯科拉北实际上是一个汇聚点啊 是一个中心点 是一个通道啊 那么就完全被俄军控制了 所以哈尔科夫很有可能被俄军 切断了他对外的所有联系 北顿捏茨河这个沿线的乌军 很有可能就会被包围 那从现在的战况来看呢 整个啊 乌军在哈尔科夫方向的这个进攻 在哈尔科夫前线的进攻 特别是在巴拉克利亚 这个进攻还是比较突然 但是俄军呢 之前有过侦查 所以呢 提前已经对包括楚湖伊夫啊 这个乌军的司令部已经进行了定位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说明俄军已经做好了准备啊 但是呢 乌军选在这个时间 对吧 对 俄第二十极端军 也就是一九亩方向 俄军进行进攻 这个时间点选呢 我觉得还是比较突然的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俄军的主力 现在还是在南部 赫尔松方向 这个一九亩方向呢 我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现在呢 一九亩方向 主要沿这个河 北顿涅茨方向 双方呢 双方呢 进行这个 双方进行对峙 那么北顿涅茨的 包括 佩特里 夫希克 扎夫 罗德内 这些城市 在北顿涅茨 西岸这些城市 现在俄军都控制着 大科米舒瓦哈 看到了吧 这样实际上俄军都控制着 所以俄军在这个方向 是有优势的 古萨里夫卡 看到了吧 所以在哈尔科夫州 这个方向呢 北顿涅茨这个沿线 实际上俄军是有优势的 所以这一次 乌军进攻 巴拉克利亚呢 实际上想 获得通往一九五的通道 打通这个通道 从这个情况来看呢 巴文科沃 巴文科沃 斯拉比亚斯克 这个方向是乌军 未来进攻的焦点 乌军实际上是想通过呢 进攻一九五方向 解除斯拉比亚斯克方向 被包围 那这就是今天呢 哈尔科夫方向最新的一个战况 哈尔科夫这个战斗呢 还在继续啊 特别是在一九五前线 巴拉克利亚这个战斗还在继续 乌军呢 实际上出动了大部队 双方这个战斗呢 现在虽然在比尔比夫卡方向 持续进行 但不排除未来乌军会增兵 增兵巴拉克利亚 巴拉克利亚 室内很有可能会进行 大估模的巷战 我也在一直等待前方的消息 后续有更多的 前方最新的战况 我也会第一时间 给大家分享